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是一场58公斤级的超级战 两个人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年龄上 一个93年的张勇对阵了2002年的 差了将近10岁 是 张勇可以说是这个年轻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 是的 两人一上来试探的机会还是不多 然后我们看曲目这边进攻的节奏还是 晚上提了提 这高扫给的不错 回一个钟扫 但是第一回合感觉曲目的第一波输出完了之后 张勇欣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了 我今天不太了解 这两位选手为什么上来 一上来就把节奏拉得那么快 我个人觉得因为可能第一回合的比赛嘛 而且可能是今天的首场战 两个人可能在自己的运动状态上 可能会就是 兴奋点上可能会提的比较早一点 所以提上来打的比较兴奋 其实我的理解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两位的这个教练是曾经的队友 对对对对 张勇这边是铁云华搏击的这个小虎铁云华 全部辛苦这边是郭强格斗的郭强 是的 接腿 其实张勇呢也算是我们 从5011代之前打上来的这种东西 然后在19年的时候呢 在我们武林峰全球 黄金桥争争发赛的时候 争夺战是输了一场赢了一场 对 所以他对这个类台还算一较不高兴 是 群慕新福也是 他拿到2020年5011代57攻击的亚军 在501的类台上的战绩是9胜4次 没错 而且呢 今天我说两个人对类台的适应还是给的不错 上来之后自己的机攻组合打得还不错 尤其是群慕这边啊 比如说远峰选手 就是你看就是他第一波输出完了之后呢 可能会不会对手给 就是渐渐地找到节奏之后 多压了一压 但是现在慢慢节奏找回来 而且找到的移动也会比较多一点 好的 早进座给了一个前手 对 这前排给的不错 但是又对对手起到了围绳 要把自己给先摇出来啊 对 又是一个前手打得不错 两个人今天防守做的都不错啊 尤其是曲目这边 我觉得02年的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上来敢打敢拼的那个状态 给的还是相当的激烈 是 这也是一贯穷幸福的一个作战风格 他虽然说是刚登上武林峰这台不久 但是也是经过了几场用战的 是 他分别战胜过伊朗的运动员哈西米 战胜过伊米热提托克提 输给了蓝善成员的王俊光 王俊光我们都知道 对对 这个级别是相当厉害的一个选择 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打得还是蛮快的 其实刚刚说那个曲目这边啊 然后在我们5011代的年轻的运动员 在澳门战的时候 还挺有点多的刘志宏 对 输得也是比较可惜 其实用他的这个教练郭强的话来讲说 曲目西服呀 在这个级别可以说是一块试金石 是的 就是说你要想在这个级别 有一个提升的话 先过曲目这一关 的确 整个第一回合上来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啊 就曲目在自己的节奏上 掌握得还是不错啊 我觉得就是他的外门速度 真的还是不错 那稍后再去见我们 一起看一下 双方双方连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8号演播厅 由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中国红 红西凤 独家冠名的武林峰 感谢福森耀业 对本老师大力支持 抗赶三十年 福森双方连 避水润滑下名院藏湖金 要旅游就去丹江大观院 好 进入到了第二回合的比赛 同方选手是张勇 男方选手 曲的西服 张勇这回合应该会提提他的节奏 因为我们刚看局间的时候 看到张勇这边在自己右侧 下眼简触啊还是有什么见像 刚刚一期 我估计一上来 其实张勇那边应该没有想到 今天曲的西服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 第一回合我觉得拉的比较满 没错 特别的快那个节奏 而且曲目的进攻节奏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吸引 你看 就是他不是以单身为主 而且自己的一二一的这个主角权 打得非常好 而且自己的腿啊也能够跟上 我们之前还看到了 起码两次比较有杀伤力的高扫 都是上头的状态 是啊 又是把对手来往车身边顶 张勇老师把两个声不开 继续回到队台中间 又是正登 节奏真是快 是 然后进攻就上了 马上就开始 对 曲目系会一直是这种 比较尴尬感拼的 对 但是今天这个节奏上的变化 是有没有想到的 是的 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反戒的人 而且他的这个反戒 你看还不是那么的明星 是 对 所以你看 他的今天前手的摆拳 就是他的前摆和前直 还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 张勇在右侧的面颊 大家现在能够从我们身头看到 已经有起 起红肿和起包的状态了 对 张勇虽然这个绰号小马达 也就是说这个体能比较充沛 备备得比较好 但是面对今天穷西夫这样的一个节奏 我不知道他的体能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在第三回合 所以他依然保持一个不错的战斗状态 又是一个上钩 对 所以你看今天曲目这边 他的后手 也就是咱们大家看看他的左手 给出来的这个进攻的出品还是非常多 而且很有效 又是叶尔加高嫂 整灯 就是他的打的节奏变化就相对更多一些 对 但是反观张勇这边我觉得他今天就是在节奏的变化上和自己的进攻打法上可能略显单一 而且总是打不穿对手 你想进对手的内队都进不去 但是来看的话他的意图还是要进入内队 对 是的 因为其实我觉得他不要讲 四公分的避展的优势 而且就是身高的优势也在这放着 那因为即便是没有避展的优势 但是你的移动还是可以给对手带来一部分干扰 但是这部分干扰今天在第二回合起码做得不好 对 对 这个叫上高嫂 两个人的权送 到了局中 渐慢 对 其实我觉得宇春老师说的对 就是群西服这个避展上四公分的优势 不足以对张勇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威胁 是啊 所以说他可以改变一下 对 不要再采取这样的一个战士 因为你身高在那放的 所以你虽然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的拳锋的角度只要稍微一触避 还是能够一触避 是 是 看看今天的时候 张勇这边的教练阐队 然后他们这边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 是 感谢福增耀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抗感三十年 福增耀叶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抗感三十年 好 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所以曲目西服这边啊 咱就不说他之前都剩了谁 你就看他都副了谁啊 我刚才看着 副的都是比较厉害的呀 对啊 你看 剩过刘志鹏 但是也副过刘志鹏 对啊 而且副过蓝颤头啊 而且还剪过王仲多 对 都是这种贫打型的 所以这种 在他的职业生涯和道路上不比较 带来一个 很好的一个影响和习惯 是的 对 而且还是一个反驾的运动 就是这个反驾谈的还 就是让人看起来就是这么的隐蔽 对 这个不容易啊 后手的陷阱之间给的也还不错 就是让人看起来就是这么的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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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手的陷阱之间给的也还不错 对 对 连击 对 又是一个标记的前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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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比较敢打啊 确实今天动作比较多 现在比较这个招努就比较单一了 现在 曲目的这个后手啊 今天真正是自己带来了不少的力 是 而且你看他的就是整个 在打击的立体性上也做得很好 不像有多年一味的打头 然后有上钩有下压的肌腹 然后也有全体的结合 是 所以容易让对手摸不到路实 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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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让自己先出拳 不要等着对手先出 对 还有张铃这个年龄 我觉得体能还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就不幸会比他年轻了10岁 小马达这车号不是白来着 对啊 我们听说有句老话的 拳怕受转了 对 这确实是 这个位置体能还不错 还有20多秒不到30秒的时间 要给一个金锅 好 这个给 金锅要是一个底细 现在还做底细 所以你看曲不幸福 反正的摆拳 再给一波输出 就是10秒了 对对征用来说要快点给输出了 对 好 时间到了 你看最后一段 我觉得曲不幸福 是有点玩黑了的感觉 所以说几个动作之后 实际上是给张铃一个机会的 好在这个比赛时间已经到了 因为他整个咱 反观这三局比赛 如果咱们做一个小盘点的话 就是整个曲目来讲 他的竞争节奏还是掌握得不错 而且比赛大部分今天也到了 自己熟悉的竞争节奏当中 他其实是在打一个顺风比赛 对 你相当于第一回合有上有下 但第二回合基本上算是一路飙升 对吧 第三回合互给有毒 所以在他的内心爱吃当中 就是整个第二回合自己应该是拿下的 虽然咱们不知道结果怎么看 对对 他自己会觉得是拿下的 没错 所以整个第三回合他打的就相对来讲 会更加 对 就是轻松愉悦一些 对 要放得开了 对 而法官张勇这边就第三回合我既然要拼 但是能拼成什么样 就是随着比赛的 一点一点时间的蚕食的话 他的心理状态是发生的变化会更大 对 他可能也知道第二回合他有一点 没错 我觉得他也是这样想的 是的 好吧 那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 五十八攻击级的超级战斗在最终结果 好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七 比三十 二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二十七 比三十 比赛结果 来放手 来放手